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甄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平靜制反網步 好,今節我們就談談澳洲 澳洲的維多利亞州 很快就會大選 但在大選之前 有很多不好的事情發生 其實剛剛 如果住在維多利亞州的選民 我相信 有點阻滯了 因為 有位人兄 有位人兄 在今早 想通過這個火車 搞定自己 搞定自己 這麼嚴重 導致 這個火車是出現了 很久的延誤 很久的延誤 這位哥哥是沒有跌下去的 暫時 就沒有說任何 但是估計就是 想靠火車 的一些衝力來搞定自己 但是 暫時看到的新聞 就好像是 殺得絕制 OK 這個官方證實 警方證實 他是沒有受到嚴重的受傷 但是 也導致很多人通勤 比較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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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何 在選舉之前 事情 很多 很多 因為 在兩個多星期之前 又是墨爾本 這件事 就有一個人離開了 又是一位男子 打算借著火車的衝力 搞定自己 結果他真的搞定了自己 而且 這兩起事件 都是選高峰的時候 令到很多人 上班延伍 上班延伍 現在可以做的事就是 拿巴士去代替這些火車 亦都是 沒辦法 通勤人士 發生了 嚴重的延伍 兩件事件 背後的故事 還未知為何 但是 可能很多民眾估計 因為現在生活壓力比較大 所以 有些人就想偏了 我想問這個 鐵路 是不是 熱點來的呢 不是 它是兩個不同的站 兩個不同的站 我們就很少 很少這些事情 跟日本有少少不同 但是也是那句 珍惜自己 你一時的 想不開 一時的想不開 但是就會令到很多 你身邊的人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是一輩子的哀痛 一輩子的哀痛 我覺得 人也是要 想一想的 其實還有一宗 也是還有一宗 就是 九月頭 九月頭 九月中 九月九日 其實又是這個 墨爾本 導致了 嚴重的炎 這宗事件也是想自己搞定自己的 而且無讀有偶 這三宗事情 都是發生在星期五的繁忙時間 是否這樣可以 令到媒體關注 還是 有些什麼事呢 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大家生活壓力大 以及維多利亞州 有競選 其實這些事情 已經有政黨出來炒作 是否半字得不好 搞成這樣 你說有沒有原因 或少有 但是你說是否主因 我就不相信 我不相信 除了維多利亞州 有這些 大事件自己想搞定自己之外 其實 還有一宗就是 新南威士州早前 要罷工 想不到 又要被罷工 又要罷工 鐵路公會 拒絕了新南威士州最新的薪酬提議 來的通勤族 未來 幾個星期又要面臨火車大面積中斷 當然 由於新資和修改 承制列車 車隊方面的 這些 涉及的方案 依然存在分歧 在經歷了兩個 幾月的重大 服務中斷 的喘息了兩個幾月 結果 澳洲 電車及公共汽車工會 其實也會 繼續在這個月加強工業頻度 11月可能來的 厲害 工會 就跟 這個媒體說 對不起 我們向政府 有個最新報價 但是政府拒絕了我們 那麼 他們就說 糟糕了 政府又向他們有個報價 但是他們就說都沒有誠意的 跟之前的版本一圈模一樣 不要 那麼工會 就必須提前10天 通知 鐵路營運商 禁止營運外國 製造的列車及其他 主要形式的 工業行動 即是你不提前10天通知 其實你就是犯法的 雖然雙方 在工資方面 漸行轉軟 但是 現在 這個資方 已經說 我們再會 是傾談他 這件事我就不太相信 永遠勞資雙方都是一個矛盾體 看看你有沒有妥協 工會其實他們就希望 將工資補貼補法 追溯到2021年5月 這樣 就可以表彰大流行期間 員工的工作 並且解決 其他問題 好像對新的城製鐵路的一些修改 都一定需要 解決 政府 仍然拒絕在大項目上讓步 所以 現在工會 已經是 要 他們說是逼上梁山 只可以 罷工 之前 平等工作委員會 其實 批准了傳統工業行動 工會 他們 會 今個月底 之前 就會開始動手 當然 剛剛照顧10天 跟你說 所以現在澳洲的鐵路都很麻煩大家要上班 是不是 我就知道 日子覺得不好 大家都是 怨氣很大 所以 那句 究竟 我戰爭什麼時候結束呢 你知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那麼這個墨爾本呢 說真的 其實 都是 我覺得 之前就走了很多人 但是 現在 他又好像有些人回歸 始終有他的魅力所在 你有走了的是 在工作的人 不是那些 走了 是去 去另一個州工作 原來 我們本地人 跨州 多數來了昆州 但是 原來 最近他也有 一些移民是到墨爾本 我覺得 可能有些 香港人也是 填了這條數 因為其實很多香港人 喜歡到墨爾本 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情 他們當一小部分在那裏 開始站穩了 其他人 傳開了 不如去那邊 旁邊 陳師奶也在那裏 可能是 講一下就越來越多人會去同樣的地方 可能是 而且墨爾本有來自大埔工業區的 日清合避道杯麵 這些 都可以放是 移民的吸引點之一 對他們來說 對他們來說 其實 以前最多香港人是填尼的 但是不是 現在可能不是 因為你始終整個城市 如果多了其他外來人口 香港人的 佔比都多了 因為填尼 其實就 適離或者雪離 生活壓力比較大 房子又貴一點 墨爾本也很貴 但是比填尼便宜一點 墨爾本將會在十年內成為澳洲最大的城市 一個多世紀之前 把貴官釀了給填尼 雖然墨爾本 在逆後 這個人口是增長 但是 都是要一段時間的十年 為什麼呢 原來最近大量的新移民 是湧入墨爾本 來自南亞的國家 印度就供現很大 供現很大 不知道到時能否達到 成為全國最大的城市 有580萬人 其實 沒多久之前大家就預測墨爾本在2027年就達到這個水平 但是因為走了很多人來我們昆士蘭州 所以就達不到 邊境開放 墨爾本 我覺得 對劉鶴先生稍為好一點 對劉鶴先生稍為好一點 因為這個 州長是工黨工黨對外來人稍為好一點 現在 當然墨爾本也是一個受益者 這個Sally Capp 他們的市長就說 越來越多的新人來也都大動到經濟 只要 在墨爾本 你才可以找到無盡的就業機會 看看你做什麼 世界級的體育和藝術區 其實墨爾本贏就贏了是藝術和文化氣息強過色 這是現實 Sidney人 是現實很多 墨爾本人我覺得也有少少文青的感覺 還有 是很好的夜生活 一流的 教育和健康設施 另外 他們就說 是通過大規模的基建 令到很多人有工作 墨爾本有一件事是厲害的 就是連續很多年都是世界 平為 最移居城市 所以它的名字 如果你說移居 它就應該聽上去比Sidney好一點 我們看看最新的維多利亞州的未來維州報告 顯示到 30到44歲的維州人 大約是千禧一代的 數量 從2016年 131萬 增加 2036年的187萬 未來10年的 移民定居預測 將會是根據這個模式 當然 教育育的移民繼續 會定居 比較近好學校和服務的富裕地區 包括 正常 包括東部 東南部和海灣地區 等於在雪梨的北岸 一樣 當然我已經看到很多人說 現在維多利亞州的選舉如何 說真的 我 都覺得 現在這個州長 應該是可以 延續 是連任 是連任 因為他 當然 這個媒諾的報紙 當然是不斷地 挫這個州長 但是說真的 因為維州的反對黨貌似實力 不強 我覺得 因為我不是在那裏住 感受不到氣氛 但是 我覺得 應該是 這個州長可以臨莊到的 現在我看到 最新一份 是華人自己做的民調 是 原來華人 對於 這個工黨 即是現在的州長 都是 雖然比去年跌了一點 但是 也是超過 五成的華人會投回現在的州長 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華人的票 就很實在 華人的政治 意識形態 比較少 其實他們 就看誰能做到事 當然 我 希望維多利亞州 都有一件事 做得更好 就是 市區 市區不是很乾淨 我經常說 因為他們人多 還有 你知道一大城市 這些叫街友 我跟台灣地區說 也算很尊重 GL 街上露宿的人士 也比較多 解決一下這些問題 清得不夠快 清得不夠密 應該 大馬常清的意思不是叫叫叫叫叫那個 應該是清你的垃圾 以及街友 我相信是給他們更加妥善的安排會好一些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